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我最記得 我很年輕的時候 十多歲的時候 聽見羅文有一首歌 《變幻原是永恆》 這個世界是沒有什麼永恆的 永遠不變的 尤其是你住的房子 你用的東西 越用就越不好 越舊 不要說越用越新鮮 這個沒辦法 你都要用 用到什麼時候 就要保養 要換 我在WhatsApp Group 見到很多人說買樓 香港人很喜歡買樓 但香港人住就住 那些公園 管理費 很多東西都包了 倒垃圾也好 電梯的保養 不用你管 所以 如果你在這裡自己住 獨立屋 有很多東西 香港人可能還沒想過 不是只給一筆錢 買一間樓 這麼簡單 有很多保養的東西 不是只是錢的問題 而是深的問題 要記住什麼時候做什麼 以及什麼時候要繼續有儲備 到要換東西的時候要知道 有幾件事 第一 我有個名單在這裡 第一件事就是Water Heater 因為這裡要有暖水 如果你沒有暖水 冬天就不要洗澡 暖水爐 大約十年 就一定要換一次 如果不是 你怎樣也好 用到多漂亮 裡面都會生售 一生售 一出來就流水 一流水 你的Basement 就水浸 如果十年你不換 那個保險公司 就未必包 你要看你那張保單是怎樣寫的 十年之內 你一定要換個新的 這個就是一千幾百 我自己這裡 因為這間屋是密封的 你當然是密封的 那些屋 難道冬天給些冷氣進來 不行的 那一密封的時候 就那個濕度那些 就要有一個 air to air heat exchanger 外面抽一些新鮮的空氣 進來 混合一些這裡暖的空氣 把這裡的污氣 就抽了出去 這個叫做 air to air heat exchanger 那它有一個filter 有一些那些東西 我來講 就每半年 就把filter洗一洗 那那個 大那個 這個 零形 或者正方形 這個cube 就要 每一 每半年 我就和它 浸一浸水 把那些髒東西 清了出來 那這個 這個heat exchanger 就大概是 15至20年 你都要換一換它 因為那個風扇那些 都會慢慢會壞 那六個月 做一些cleaning的工作 那我自己家裡 就裝了一個heat pump 是 為了 就是 在冬天的暖氣 就省點電 就不用 用那麼多electric heat 那那個filter 那那個filter heat pump 家裡的filter 就每一個月 就要吸塵 如果不是 就 你的heat pump 都幾大劑 那這些 不是 認真大的數目 大的數目 屋頂 那個roof 那些shingles 就要看看 你的屋子有多大 還有 看看 你那裏下雪 那些有多多 15至25年 就一定要換 看看 你上一手 那些shingles 用得漂亮不漂亮 怎麼漂亮都好 25年 就一定會有煤又爛 這個是因為風吹雨打 這些是 人和大自然鬥氣 人 就輸了 那你頂籠 25年 就一定要換 槍 鄉住外牆 那些槍 都是15至25年 就一定要換 因為那些燒 那些會乾 會裂 因為冬天夏天 又漲又縮 那樣 就15至25年 那些shingles 就會破壞 那我用的 Windows 就是兩層 或者三層 玻璃 那在玻璃和玻璃中間 就有nitrogen 那這些nitrogen 如果是 那個shingles 是crack了 或者是leak 就有condensation 那一有condensation 那些槍 那些槍 一來就補不了暖 二來又濕又發霧 所以15至20年 一定要換 如果那個roof 看你的房子多大 就五位數字 從萬多到幾萬元 都會有 看看你的屋頂有多大 如果是Windows 就看看你的屋頂有多大 有多少個槍 那你大約是一個大槍的話 年工包料 500到800元一個槍 隨時換下 都是五位數字 我家裡有skylight 就是中國人說的天槍 家裡光很多 但又是 世事沒有永恆 用的東西更加不永恆 十多夜年又要換 這個也是五位數字 五位數字 那個騎樓 看看你的deck 木的deck有多大 又是十年 十五年 到二十年 貨仔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木 無論是多漂亮的木 Treat得多好的木 都好 日曬雨淋 這個很大劑 十五到二十五年 不要說那麼多 二十年 那些木 還有一些釘 一定會不成功 你都不想在騎樓 倒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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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 小跌倒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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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死、滑死 審的地震潰是非常失敗的 所以亦是那一句 一鏟鏟鏟鏟鏟鏟 年年十多夜年 審一下炎 鏟鏟鏟鏟冰 熱漲冷縮 那條走路如果是地震潰 就會裂的 會臃閃 也要錢 還有,如果有花園,外面有些水喉 年年,請你入秋時關水喉 因為冬天不關水喉,水喉可能會弄爆 地牢入水也很大 如果你有家長一些,樹高高大大 請你去除樹 如果不是打風的時候,跌下來 這次好在,我自己跌回自己的家 跌到別人家裡,賠到你害怕 雖然可能有保護保障 但大家弄傷別人家的房子 你自己也不要,要做好鄰居 我用電的熱 如果你是用油熱 這次你油熱的油箱 再油的儲油箱 十年就一定要換 如果不是有什麼生鏽 放了油,油進了你家裡 你就會很大劑 因為這個是environmental crisis 我有個朋友試過 油箱裂了一些 furnace oil 進了一個basement 他就要整個屋 立了一屋 將它在酒店住了兩個月 將一些泥、粉底、粉底 全部要specially treated 那張清單更貴 他那間屋 很大劑 幸好那時候 現在沒有了 那時候 他的insurance是爆 他也是要付很多錢的 這是很大劑的 所以那個油箱十年 就是furnace oil那個tank 十年一定要換 現在就有一些 叫做fiberglass的箱 那也是十年要換 但就沒有牙煙 如果你是燒柴的 每一年 就要找人來 或者自己 是chimmy sweep 因為如果不是 火燭的時候 這個就很大劑 還有呢 如果你剛才說的furnace 如果是燒柴的furnace 每年都要找人來 check一check furnace 因為你的basement 有什麼都好 你有heat的時候 furnace oil 是有把火在這裡的 你不想那把火 燒到有什麼不行 燒了你的房子 所以每年都要check 還有一些 你都要lawn care 那些產草 這些 我的經驗 你們一定會罵我 這個一定不對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 如果你這樣計算 一年 你就要儲定幾千元 因為 如果你十幾年 忽然間 什麼都十幾年 那時候 一次過要給你 你都是很大件事 那不是的 那些槍 你一年換幾隻 一年換幾隻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一年換幾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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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就換了它 但是屋子 那裡 那裡 都很重要 如果是屋子 你的屋子大 幾萬元 要配一個屋子 是有的 那你計算一下 這條數 一年你儲幾千元 那十年有幾萬 那就可以十幾年 年年可以換一下 那譬如雪櫃、爐頭 這些 十年左右 洗衣機、乾衣機 十幾年都要換一換 那這些 這些要好好計算清楚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就是這樣 拜拜 好嗎 好嗎